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初始计量外购的那一部分上级课已经做了说明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是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成本 那这一部分跟投资者投入固定资产存货都一样 得到的资产应该是按照合同协议约定的价值来进行入账 和合同协议约定不公远的出外 我想考试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题目 应该给定的都是公允的 那看一下教材的例三 因乙公司创立的商标已有较好的声誉 贾公司预计使用乙公司商标后 可使其未来利润增长30% 为此 贾公司与乙公司协议商定 乙公司以其商标权投资于贾公司 双方协议价格等于公允价值 一共是500万 贾公司令支付印花税等相关税费2万 款项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那这一部分取得的资产 公允价值协议价500万 那为取得这项资产支付的直接相关税费2万 因为明确与它相关 我们就把它记录到取得资产成本中 应该是502万 贷方是实收资本 那这个就是500万 支付的相关税费代银行封款 当然如果题目里面 要明确了接受无形资产之后 有多少注册资本 那实收资本应该是要反映在注册资本中 享有的份额 超出部分 把它反映到资本 攻击了资本一架 这个大家也应该要清楚 第三 企业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债务重足等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成本 那执行后面相关的一些准则 到时再说 第四呢 通过政府补助取得无形资产的成本 那这个呢 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是明义金额来进行计量 是从政府那边取得的 这实际上也与政府补助准则 相关的规定有关 第五 土地使用权的处理 那其实 它是这一节里面最重要的 土地使用权这一块的处理 在考试时经常出题的 一般的情况下 可能是客观题比较多一点 我们具体来看 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 通常要确认为无形资产 比如说我们买的土地 用于建办公大楼或者绿化 那肯定要把它确认为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用于自行开发建造厂房等地上建筑物的时候 说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分别进行摊销和提取得救 买的房 买的土地用于建房子 那现在是房子是房子 地是地 土地是作为无形资产核酸 房子作为固定资产 房子提折救 土地摊销 一个说一个的 说在下来的情况出外 一个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房屋建筑物 实际上是商品房 那这种情况之下 相关土地使用权 要把它寄入到房屋建筑物成本 实际上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讲 是它的一项存货 买的地建商品房 这一块土地付出的对价 以后通过卖房子收回吗 所以我们当然 要把支付的土地出让金 寄入到商品房的成本中 所以房地产开发企业 购入的土地用于建商品房属于存货 这个问题其实在存货那一章也涉及到过 那下面第二 企业外购房屋建筑物所支付的价款 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 在地上建筑物与土地使用权之间进行分配 难以合理分配的全部作为固定资产处理 我们买的房子肯定是带地的 那现在的方式是说 你应该把付出的对价 给它分到哪些寄入房屋建筑物 哪些寄到土地的里面去 实在没有办法合理分配的 都作为固定资产处理 掌握这个概念 接下来说 企业改变土地使用权的用途 停止自用土地使用权 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时 应将其账面价值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就说相当于是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那接下来有这么一个问题 大家要关注 工程再建阶段的土地使用权摊销 应计入再建工程成本还是当期损益 我们买的地用于建房子 房子建造期间土地的摊销怎么办 那现在大家把这个记住呗 有的就是得记了 这是在证监会案例解析 里面谈过这个问题 我们考试也是按照这个要求 土地使用权在厂房等建筑建设期间的摊销 要进入到再建工程成本 就是把它进入到房屋建筑成本里面去 那解释就是说 地现在是用于房屋建筑的建造 这样当中受益对象既然建造 往成本里击 是这么给解释的 那考试时注意他 那下面一个问题 说对土地使用权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那我们到现在可能会看到有四种情况 在固定资产部分曾经谈到过 就是国有企业原来由于改制 把土地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了 那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当然不可以对他去提折旧 那土地可能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支付土地出让金取得土地 用于建房屋建筑物 用于绿化 那是无形资产 那如果说把土地出租 或者持有以备增值 形成的是投资性房地产 再有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购入的土地用于建商品房 那就是存货 不要注意的问题 说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入的土地 用于建造自己的办公大楼 那就是无形资产 别到时候看见房地产开发企业 存货 你要看全了 我们看20年的一个多选题 这个题目是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贾公司持有土地 会计处理表述中正确的影 那一个一个看吧 贾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 经拍卖取得一块土地 贾公司你在该土地上建造一栋办公楼 那你马上的信息是说 你建办公楼土地 肯定是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肯定选项 拍卖取得用于建造办公楼的土地 确认为无形资产 那没问题 再看第二个事项 经于乙公司交换资产取得土地使用权 贾公司你在该土地上建造商品房 那这是干什么呢 土地上建造商品房 商品房是对外出售的 再看B 交换取得用于建造商品房的土地 确认为存货 那没有问题啊 这也对 建商品房对外出售 存货 我们再看第三个事项 购入于厂房 厂房和土地的供允价值均能可靠计量 这是买的房子 供允价值均能可靠计量 那咱们看 购入厂房取得的土地 确认为固定资产 那要是买厂房 跟土地供允价值均能可靠计量 房子是房子 地是地 你能分就分 那就不要把它确认为固定资产了 那这个土地就是确认为无形资产 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四个 将原自用的土地改为出租 再看C 将自用改为出租的土地 从租赁期开始日起 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你要土地出租或持有以为增值 就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这也没问题 所以我们看这个题目 BCD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 说是假定上述土地使用圈都没有残值 均采用直线法计题摊销 然后说假公司20年12月31日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圈账面价值是多少 到年底的账面价值 那你要看 给定的事项 到底是不是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才会涉及到20年底算它账面价值的问题 那如果是存货 与无形资产没关 那这些数字你就不用去管他了 题目是 假公司从事土地开发与建设业务 20年1月1日与土地使用圈 及地上建筑物相关的交易或事项有 第一个 股东作为出资投入土地使用圈的 公允价值2800万 地上建筑物的公允价值2500 上述土地使用圈及地上建筑物 共管理部门办公使用 预计使用年限是40年 那这个 是在1月1号发生的 我们知道土地要作为无形资产来进行核算 建筑物是作为固定资产 那这个事项 你想要算它的账面价值的时候 2800 它的原价要减去2800万 预计使用年限40年 除以40 这是说到年底 它会有这样的账面价值 那再看第二个事项 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式 取得一种土地使用权 实际成本450万 预计使用年限为50年 甲公司开始建造商业设施 建成后 作为自营住宿 餐饮的场地 那这个还是会形成 建完之后 形成自己的固定资产的 住宿 餐饮的场地 建的商业设施 自己固定资产 那我们这个土地 就要作为无形资产来进行核算 所以那就涉及到 有一个是450 原价 我们要减去一个 摊销数450 除以50年 因为这个是预计使用年限50年 按照50年的摊 再看第三 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式 取得一宗土地使用权 甲公司将建设 以住宅小区后 对外出售 实际成本700万 预计使用年限70年 这是无形资产吗 它不是 你不要去管它 所以最后我们的题目 就两个呗 2800减28除以40 再加上一个450 减450除以50 构成年底的无形资产的账面 假设 3171 选项地正确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例四 207年1月1日 A股费有限公司 购入一块土地的使用权 以银行存款转账支付8000万 并在该土地上 自行建造厂房等工程 发生材料支出 1亿2000万 工资费用8000万 其他相关费用是一个亿 该工程已经完工 并达到预订和使用状态 假订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为50年 该厂房的使用年限为25年 两者都没有净残值 都用执建法来贪销 提折救 为了简化核算 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A公司购入土地使用权 使用年限啊 这里面说是50年 那属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国产 有年限嘛 叫使用寿命有限的 那后面呢 大家会看到 使用寿命有限的 和使用寿命不确定 无形资产 在会计处理上是不一样 那下面 土地上建造厂房 土地是无形资产 单独弹销 厂房是单独替折救 一个说一个 支付转让价款 那借方无形资产 带银行存款8000万 这是土地使用权 说在土地上自行建造厂房 借房借再建工程 三个亿 零的工程物资 债工程物资 一亿两千万 发生的职工薪酬 带应付职工薪酬8000万 用银行存款支付的一个亿 带银行存款 那厂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由再建工程转到固定资产里面去 那就有借方借固定资产 带方带再建工程三个亿 一个说一个 那下面说 每年分期摊销土地使用权 和对厂房计题折救 那土地摊销 而建方建制造飞行 那现在就是8000万除以50年 一年的 厂房这25年提折救 三个亿除以25年 那这一年提的折救是1200万 那现在啊 如果说形成的资产 是用于生产产品什么的 那我们他提的折救或者摊销 就把它寄入到制造费用美 这是说自行建造厂房 那生产车间的厂房提折救 把它寄入制造费用去 构成产品的成本 这是这一步 那摊销数呢 带方带累计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用累计摊销 160万 厂房提折救 带累计折救 那是1200万 第六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无形资产成本 那这里企业合并 涉及到有同意控制 非同意控制 我前面也大致说过 一般认定的同意控制 是在一个集团内部发生合并行为 那如果不是在一个集团内部发生合并行为 是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对于同意控制的 那是强调账面价值 取得的东西产账面 有这么一个概念就行 更详细的应该是属于 企业合并的准则里去进行说明 所以如果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按照被合并方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作为基础 直到这概念 就行了 那如果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它属于购买法 非同意控制 那按照公运价值计量 不是说被合并方的账面 那这里面包括的按照公运价值计 说被购买企业原以确认无形国产 比如账面上100万 但公运300万 我要调了300万 按公运计 还有一些原来可能没记得 没有反应 但是它的公运有价值 我们也要记 就是非同意控制认公运 同意控制账面 账面 有这么一个大致的概念 下面我们看第二节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确认和计量 那这一节内容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考试的时候 经常跟所得罪的内容结合 涉及有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 开发阶段有关支出资本化的条件 内部开发的无形资产的计量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 这样一些内容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 我们大致有一个了解 这个研究阶段主要是调研 有计划的调研 要不要 说是做这个搞这个专利 能不能行 大致有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研究阶段 没有说最后一定会形成资产的 一种探索性 那第二个是开发阶段 说进入到开发了 有一定的针对性 最后有可能真的就形成资产 说就形成成果的可能性比较大 说到这个东西 那下面 我们会计上对于开发阶段 符合条件的要资本化的 那进入到开发阶段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也不能资本化 所以就谈到说开发阶段有关之初 资本化的条件 资本化嘛 最终会形成资产 那你就本招 说这项资产最终会给我们带来利益的 一定要保证 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才可以 那条件就是围绕着资产的概念来说的嘛 比如第一个 完成该无形资产 以使今能够使用或出售 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使用资产如何给我们带来利益 最终你得卖到 卖了 收到钱啊 你最终经济利益流入嘛 要体现货币资金最终能够流入啊 那一个就是我卖了 我能别人那边能收钱 另外我自己使用 使用它去生产产品 把产品卖了 也能够收到现金啊 要体现经济利益流入呗 那第二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 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就是说你真正要进行研发 我要干什么 有可能研发成功之后 我就是往外卖的 也有可能我自己用 反正你的意图必须要明确 第三 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 说你要证明 它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 比如说 我最终能够在市场上转让 市场上会认可 能够得到这种现金流 或者说我自己要用的话 要证明它真的有用 能够给我们带来超额的收益 这才可以 那第四 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 以完成什么它的开发 并且有能力使用或出售 你最终带来利益的 是出售或者使用的 你不能说 我现在进行研发 到这个时刻资金没有了 那不行 得保证 最后能形成资产 那最后一个归属于 该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 能够可靠计量 我们要确认资产 那你必须得有数字嘛 所以大致的你围绕着 一项资产 能不能形成 来进行考虑就行了 如果说能形成 那就是可以自白化 那第三 内部开发的无形资产的计量 就怎么计 当然是与这项开发 有关的一些支出 直接的都应该往年记得 与它相关的 比如说 那开发这项无形资产 耗用的材料 那人工的薪酬 我们要一项专利 要进行注册 发生的注册费 那如果说 在进行开发的过程中 用到了别的专利 别的专利 说我自己还没用 我是用于另外一项专利的研发 那你原来专利的摊销的时候 也要进入到新的研发的成本中 那就说 其他专利的摊销呗 要寄进来 那如果说这项研发 从外边有借款 又符合资本化条件了 比如说 我研发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已经进入到开发阶段了 我认为可以资本化了 在借款费用里面 会给大家谈 要是资产的建造时间 在一年以上 那取得的借款 就可以资本化 一年以上的资产的建造 就要符合资本化条件了 因为要求时间 在一年或一年以上 也确实是 比如说我们有的一些研发 可能时间要在一年以上 比如大家可能听说过 华为研发6G 其实早就开始了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涉及到有一些借款 对于6G的研发 可以资本化的 因为时间要在一年以上 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与它相关的一些 该计都要计 直接归属于这项 无形资产的 那你能计就计 那下面也有的地方要注意 说在开发无形资产 过程中发生的 除上述可直接归属于 无形资产开发的 什么其他的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一些间接费用 不是说跟它直接相关的 那些东西 那无形资产达到 预定用途前发生的 可辨认的无效的 和初始运作的损失 有一些一研发 开始认为挺好 突然不行了 那你这个时刻 不要往城门里寄了 它是无效的 初始运作的损失 还有涉及到一些培训之处 培训之处本身 就不是达到预定用途之前的必要支出 这些不构成无形资产成本 那还有一个要注意 说对于啊 同一项无形资产在开发过程中 达到资本化条件之前 已经分影化 进入当机损失的支出 不再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们 研究阶段支出 开发阶段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都废话 后续研发 已经形成了真正的资产 无形资产 那你不要把原来已经分影化的东西 再给它转到 无形资产的成本中 我们以前考试 在这出了一个差错的题目 就是开始是分影化 后来的符合资本化条件 把原来分影化的东西 转到无形资产成本 那你进行差错 更正式把它给冲了就可以了 不可以这样做 就把它给冲了 那下面 第四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 我们在会计处理 对于研发支出这一块 分研究阶段 开发阶段 研究阶段的支出 都是废应化 把它记录当期损益 开发阶段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要记录到无形资产的成本 要资本化的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记录及损益 那在会计处理上 我们设置有研发支出 分影化支出 还有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明细科目 研发支出 分影化支出 界方规及的是 研究阶段支出 开发阶段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支出 规及的是这个东西 期末是把它转到管理费用 我们目前核算时 研发支出 废应化支出 还是转管理费用 但是利润表 列报的时候 研发这一部分 废应化的 有研发废应项目 所以说呢 研发费用项目 根据管理费用 明细科目来填 那只是 只能这样 因为早 利润表上 没有研发费用 后来呢 说研发 非常重要 你要有研发费用 在那放着 报标使用者会关注 哦 一个企业的研发 到底投入多少 其中 废应化有多少 那如果一个企业 不重复研发 想持续 健康 稳定的发展 太难了 或者不现实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华为 华为在研发 这一块的投入 是非常大的 我看在2019年 华为的销售额 是8588个亿 它的研发的 这一块的投入 1300多亿 占销售额的 15%点多 投入很大的 当然高科技的 美国的一些 也是投入 也有投入比较多的 因此我们目前 就是利润表上 有个研发费用 单列项 原来反正都放到 管理费用里去 我觉得单列项目 是比较好的 你看有的搞汽车的 研发的费用 这块 或者研发投入 他统计是研发投入 占销售额的 少的就百分之一 点几 那这个 它的前途 就值得上去 要注重研发 那接下来 说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在那个 它反映的是 开发阶段 辅助资本化条件支出 达到预定用途的时候 把它转物性资产 如果没有达到 预定用途 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当然会有余额 有余额报表上 是放到开发支出项目 你看资产负债表 非流动资产部分 有一项开发支出项目 说的就这个问题 国家也是鼓励研发 比如说 现在 税法上讲 符合条件的研发 我们当期费用化 税上是按照 百分之七十五 加计扣除 那如果 形成无形资产 没有费用化 以后无形资产贪销时 按照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贪销 实际上还是相当于 百分之七十五 加计扣除 比如说我们下一年 无形资产贪销一百万 你自己往费用里 寄了一百万了 那下一年 由税前会计利润 算盈纳税合得额 纳税条减七十五万 加计扣除 这是鼓励研发 在所得税部分 会重点还谈这个问题 并且我们考试大体 经常与这个相关 所以这个基础部分 还是比较重要 那下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说对于研发 这一部分的处理 其实进入开发阶段 说哪些是资本化 费用化的界限 不是说特别特别清晰的 那有的一些东西 你说费用化就费用化 要说资本化就资本化 我的问题是 你说企业对于研发 会计处理 愿意费用化 还是资本化 我知道你们 有的同学会说 我当然希望费用化了 因为费用化 当期就可以加计扣除 不用等着以后 加计扣除 还涉及到货币 时间价值的问题 我愿意费用化 有的同学 可能说 我就愿意资本化 我就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每年的利润 老是完不成 领导老跟我说 你要保证我利润多少多少 我想方上方都资本化 因为资本化 大家知道 没弹销 那利润不就会好一点吗 我愿资本化 实际上 费用化 资本化 确实要看企业的一些实际情况 如果说这个企业 业务 挺好 利润当年已经达到预期了 他可能希望费用化多一点 那至少 抵税提前了 因为可以加计扣除吗 但是当 利润没有达到预期时 想方设法 他都资本化 我也见到过 有这么一家高软件的 跟银行高软件的公司 事务所审计的时候说 你这个应该费用化 那公司将无不不行 我这得资本化 那事务所说 你要想资本化 你得给我提供这个资料 那个资料 那个资料 弄了两周 数据说 你还不行 那就在这僵持 大家也清楚 当我们考完注册会计师之后 你站在注册会计师的角度上 西方企业是费用化资本化 那一般的费用化 减少自己风险 因为费用化没有形成资产 你形成资产是认为 预计会给我们带来利益的 那最终如果说真的什么都不是 你当时干什么了 何况我们后面会看到 说如果没有办法区分 到底是研究阶段 开发阶段的支出都费用化 那鼓励费用化 就看站在什么角度上 因此我们工作过程中也是如此 要看企业的利润什么样子 我似乎前面跟大家谈到过 不要认为说一个企业当期的利润 越高越好 你说你今年利润跟去年相比 下增加100% 明天怎么办 明天你说再增加100% 怎么可能 所以他有时要考虑一个 稳度上升的这个问题 当然了 说我利润要达到预期 那这时刻对于研发这一部分费用化 确实在一定的承诺上 对于企业来说是有利 好我们看教材的例如 207年1月1号 假公司经董事会批准 研发某项新产品专利技术 该公司董事会认为 研发该项目具有可靠的技术和财务 等资源的支持 并且一旦研发成功 将降低 该公司生产产品的生产成本 该公司在研究开发过程中 发生材料费用5000万 人工工资是1000万 以其他费用4000万 总计是一个亿 其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率1000万 207年12月底 该专利技术已经达到预定用途 好我们看一下 发生的研发支出 寄到研发支出科目 费用化的 那这里面是4000万 资本化的6000万 这题目里说的 符合资本化条件6000 一个亿减去6000等于4000万 那是费用化 那其中整个的支出 原材料这一部分领用的 那代方代原材料是5000万 人工的成本 代应付职工薪酬 那这个数呢是1000万 用一号存款支付4000万 就没问题 第二 某七年12月31日 该专利技术已经达到预定用途 费用化的部分呢 你别管达到不达到预定用途 期末都会转到管理费用 在阶级管理费用 代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我再说一下 利润表上的劣势 是研发费用项目 就是费用化这一部分 它有研发费用 包括研发形成 无形资产以后 摊销时 往费用里寄的 也会报表列报 研发费用项目 那现在呢 资本化支出 达到预定用途时 要由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转到无形资产里 所以界方 界级无形资产 代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6千万 那这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主要是研发的会计处理 它是实际上 是这一章的最重要的内容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